当罗斯在一个线上交友网站 遇到这位迪雅哥 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 没想到这全是一场骗局 向罗斯求婚的意大利帅哥 幕后有一个六人诈骗集团 2021年遭到美国联邦法院起诉 被控犯下价值350万美元的 约会诈欺 老叼牙的爱情诈骗最近再度活跃 在爱情市场寻找新的受害者 罗斯信以为真 短短几个月 寄给这位他心爱的迪雅哥超过十七万五千美元 诈骗集团为了取姓罗斯寄给他一个前往假网站的连结 这些网站显示银行账户资金充足 向他保证可以拿回他的钱 甚至和罗斯视讯聊天 调查人员告诉ABC新闻 迪雅哥背后的六名诈欺犯是奈吉利亚人 其中一名被告去年十月认罪 被判处四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起诉书 诈欺犯的空壳公司 从多名受害者收到超过七十万美元 其中包括来自罗斯的钱 ABC新闻把诈骗集团传送的迪雅哥照片 进行反向成像验证 发现照片实际上另有其人 是一位从事模特兒工作的佩斯寇德 这些照片和他的官方认证 Instagram完全吻合 于是他们安排了佩斯寇德和罗斯 试寻慧免 它是很高兴认识的 很高兴认识的 您可以看到 我的声音不是不一样 我认识从那种人 没有,它完全不同 它是瘋狂的 我必须说 在过去四五年 每天每周 我收到几十多的信息 从女生在全世界 说我判复了他们 但也显示我 美国特勤局和美国国税局联合调查 他们光是在2022年 就从这些诈骗集团 回收高达一亿美元 揪出这些爱情骗子 线上交友处处是陷阱 现实生活 有机会转角遇到爱 这位38岁的玛丽莎单身多年 已婚好友替她在脸书的妈咪社团 po真有文 结果真的透过其中一位社友 转借给一位黄金单身汉 两人在前年9月进行第一次约会 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马修和玛丽莎在初次约会后的十五个月 步入礼堂 这对家友从没想过 透过妈咪群组 认识未来的另一半 但他们相信缘分天注定 当你停止寻寻觅觅时 或许真爱就会来敲门 TBS新闻综合报道